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如果你覺得網頁上的字太大或太小 那你可以按第一個Ctrl鍵按著加上大部分我都加數字鍵啦 數字鍵這邊有沒有加號跟減號對不對 Ctrl鍵按著不要放按加號有沒有放大放大 這個不是只有Google瀏覽器有用 所有的瀏覽器都有包括IE IE好像從7以後就有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要縮小就是Ctrl加減號 那如果您覺得啊這樣還要計快速鍵麻煩 你也可以搭配你的滾輪 但是Ctrl鍵按著 Ctrl鍵按著滾輪你看有沒有 向前滾放大向後縮小 那麼如果沒有放大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右上角有沒有發現這個有加號 相對的如果你是縮小的有沒有一個減號 上面都看得到那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你按這個這邊 它的選單在這裡 現在所有比較新的瀏覽器都把選單都故意隱藏起來 希望不要影響到你 所以你看都做的特別小 你看到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叫縮棒 有沒有你從這邊這裡按這個或這個都可以 當然這個方法就比較慢一點 就比較慢所以呢其實你可以用我剛剛講的Ctrl加減或者是Ctrl加上滾輪 這樣大家以後再看尤其是看英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原來這樣我眼睛舒服很多 早知道輕鬆多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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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